阿龍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龍 那現在我們又來到那個 騎死臺對面的這一間兵家這邊 然後它最近 有根青了一些新貨 包含那個 最新的那個轉生思萊姆的豬爆炉 它還有最新的那個.. 它還有這隻新的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還有放那個一支柱 在這邊 那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有辦法打一些出來這樣子 那我們 那影片還沒開始之前 就是還沒訂閱我的 要先訂閱我 那我就開始打了 來,開始吧 可能要先把這一盒稍微做補 因為它那邊有一個坑 我們還是先數一些把它做出來 去那個坑的話 嗯 我們先把培羅拉出來看看 看一下這一次培羅拉拉不拉得出來 看看好了 應該要是底抽 哦 可以 我剛硬拼那個頂高 還算蠻漂亮的 把培羅拉拉拉拉拉近一點 看能不能再把它拉近一點 再把它拉近一點就只會了 捏在下面 稍微用不過的把它鋪過來 鋪過來,倒了再鋪 牛街不敢捏太深,因為後面還是都沒有擋 捏太深,還是回去 好了,一門,看他會不會浮 這是怕他不浮 屬於是捏他兩邊 可是他這個可能要頂抽 不行,看到了 再抽抽看 覺得剛剛還是有機會頂抽的就有機會 這次是捏得蠻緊的 他中間的盒子算是蠻滑的那一頭 他中間的盒子算是蠻滑的那一頭 他只會出 不行 還是太...太...太... 左右的 沒有,捏得太薄了 他轉轉麻煩 他剛好偏掉 好,我剛好下來就不回去 OK,那新的培羅拉入手 那我們來試試看那隻那個爆風龍 看一下爆風龍 有沒有辦法拉出來 因為爆風龍 我個人覺得還蠻輕的 所以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先做一隻 躺平 躺平 躺平等一下可以上二頭 躺平 OK,然後這一隻看看有沒有辦法把它躺平 很好 然後再把它拉過來 它只要上二頭的話應該就會比較好出 試試看 哇,好重喔 它不會重 應該又是這一次的那個光華麵子人派人 可惜它沒有上來 它上來那隻那個 這個爆風龍應該就是確定會出 把它捏上來看看 如果它有佛的話 這個位置有一點點尷尬 我們先把那盒那個什麼 雷姆拉下來看看好了 因為這個坑 先把它弄下來 因為它如果回來補那個坑的話 就算它丟回去 也會 也有可能是可以拉得到的位置 所以我們還是先撐對那一個 然後可能要喬一下爪位 可能一爪在右邊 有點很勉強的在挖它 可是還是得挖 帥勒 因為甩的幅度沒有辦法 只是脫葉而已 噢! 竟然夾到了 現在只要把它補到那個坑裡面 現在只要把它補到那個坑裡面就好 現在只要把它補到那個坑裡面就好 有點不容易 可是要稍微試一下 這樣子它才不會亂跑 它那個角度被那個 菩蘿莉稍微有一點擋住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 這樣啊 那這樣好了吧 稍微卡住了 嗯... 可以試試看 我們左右捏這隻 那個... 寬風筒看看 過來了過來了 這隻這麼滑的話 我猜應該左右捏 捏薄 讓它撲爪 它就會直接出來了 唉唷! 那是一 唉唷! 氣死了 哈哈哈哈 我會出一隻這個東西啦 有點殺眼耶 完蛋了 它把我的那個座位 弄掉了 它把我的座位... 等一下 好啦! 那我們繼續打 這是發生那個... A巨... A巨... 爆風龍 這樣子的話... 這個位置的話其實有點... 不太... 漂亮 就會有點... 完蛋了 你會覺得它不浮 欸? 就是怕它不浮啊 因為它遲了的關係 我們捏一門... 看看... 如果它有浮的話就有機會了 兩爪不行 我實在是... 剛剛出那一盒 一直還不知道幹嘛 傻眼冒命 欸唷! 噢! 剛剛好它往那邊丟 然後... 那個土位過來 噢! 嚇死我了 那... 那... 好啦!我們繼續看看 那我們先把這一盒那個... 糖果的這一盒... 給抹拉拉看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拉過來一點 後來就是先把那個... 位置... 補... 補過來一點 這樣也可以 然後... 我們捏薄它 因為它現在前面這邊都... 補平的 如果有... 有機會在那個什麼... 有機會捏薄的話 它有可能直接來到洞口 一樣打斜的 這個位置的話還不錯 因為它等一下上來會來到這邊 它剛好卡額縫一下 那個... 兩邊的那個額縫 對 那現在就是... 一樣就是從這邊... 抽鞋的 就是順甩抽它的那個... 很短 然後... 讓它多爪 它... 回到壓石 壓石沒關係啦 我就是故意讓它... 做... 做來方便的啊 然後現在左右甩看上去 左右甩捏包 它這邊合成 然後應該是... 會跌出 可是... 應該要打對甩 因為左右甩入不了頭 很怕它掉下去了 掉下去就沒有了 要... 出 出了 有補位整個鋪平才聽 看它會不會那個... 大甩 很想... 拉那隻... 一隻肚出來 一個... 八蛤 一隻肚子 半隻 一隻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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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身的肚子 拐蠻 謹佛 啊... 所以就還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每個禮拜一我們都要留言抽獎 然後禮拜日的時候會開獎喔 不要忘記了 那記得就是2月23日 禮拜日晚上七月的時候 阿龍會有一個生日提前直播 然後在這邊告訴大家 那記得一定要來一同參與喔 那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 好的那我們就接下來幫 就是給各位開箱一下這一隻 因為這隻本來就是後面的開箱流程要做的 可是我想要 迫不及了想要開這一隻了 所以先開箱這一隻那個 暴風龍給大家看 阿等我一下 你會看到喔 他開出來啊 然後他是直接這樣子的 這一次就沒有那個座 就是底座 他就直接 一整隻這樣子 那稍等阿龍一下 阿龍把它組起來 OK那阿龍把它組好了 OK那阿龍把它組好了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一隻 把他放在手掌心給他 給大家看一下看 這一次這個那個 暴風龍做的還蠻帥的喔 好給你看一下他的那個後面 後面這個 零片的那個精緻度 也是做的還不錯 所以阿龍就想說 打出來的那個 隔天 就開箱給大家看 看這隻暴風龍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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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